嗨 我是宝可猫 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 今天的主题要来跟大家聊聊最讨厌的银行排名 哇 这个真的是有趣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刚刚的画面就知道说 本次的主题应该也是大家最能够不土不快的单元 话不多说我们就直接开始了 本期的节目呢 一开始会跟大家简单讲一下 投票观众的基本资料 接着就是最讨厌的银行票选结果出炉 第五名依序到第一名 总共有五家银行 大家讲了什么也会在心得真实分享这一块 跟大家说明 好 我们就开始咯 简单的说明一下这次的投票基本资料 之前的几次的观众票选 一样也都有跟大家说明过了 我们就简单带过 这一次最主要就是有783位成员来投票 男女比例女生稍多一点点 他基本上一比一 好 那年龄的部分呢 最多还是在31到40岁这个区间 好 年收入呢 以51到100万为居多 持有的卡数呢 大概都是在11到20张左右 好 那用卡资历呢 以10年以上的朋友居多 所以大家对于信用卡应该都是不陌生啦 好 都很熟悉了 好 所以呢我们来看看 大家票选出来最讨厌排行榜的第5名 登登 好 这家银行是哪一家呢 其实呢也是我们之前都没有进榜的 就是国泰士华 登登 好 上个礼拜大家最喜欢的排行榜银行里面 这家银行并没有上榜 那他这一次呢取得了32张的选票 得票率呢大概是4.1 好 就是说每100个里面有4个人 是不喜欢国泰士华银行的 为什么 赶快往下看 利息低到爆 太多推销广告 占市场很大 但给的优惠很小气 数位账户的利率不高 没有好好经营虾皮联名卡 这个就有趣了 这个虾皮联名卡呢 大家最诟病的就是 当那个Cube卡上线的时候 他居然给到最高有7%回馈 可是虾皮居然都没有这么高 而且给的虾皮非常的难用 这就是大家为什么不喜欢 虾皮联名卡的原因 那有人说到数位账户不好用 频繁的推销商品态度很差 这都是他们可能会遇到的这些问题 这都是大家真实的反应 限量小气 排队排到天荒地老网银很难用 Cube卡不是太好用 国泰式瓦卡到底有什么优势啊 回馈越来越少 爱之深则之切 一家很好的银行发卡量很大 可是规则一大堆就很难用 APP一直闪退 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子的问题 就是APP不好使用这一块 这个也是要及时跟客服人员反应 让他们去做修正 能够做得越好是越棒的啦 网银转账有出包 这个状况很不好 前一阵子那个ATM啊 常常就是档季 然后钱就是领不出来 然后钱要退回去账户也很久 那他们最后的捕捉措施是什么呢 就是给你五次的免费跨行转账 手续费折抵 那这什么烂东西 这个大银行就是这个样子 推出的小数点 使用上不如预期好用 国泰那么多年的保护却一张信用卡 都拿不到 真的是真心患绝情 这个是蛮有趣的 信用卡的设限太多 而且又要登陆真的很小气 小数点的累积不太吸引人 而且要手动调整回馈模式 所以有越来越多人讲说 小数点不讨喜 所以我希望就是国泰式华的相关的 从业人员如果有看到这支影片 你们就必须要把这个民众反应的讯息 就是把它记录下来 因为真的不是有那么多人喜欢去使用它 那不是你们自己自想说 我发卡有百万张 然后就很厉害很厉害 可是事实上 它的动卡率数定不到 三成四成也不一定 所以这个是大家要注意的 业务很烦 强迫推销 还骗我Cube卡是回馈现金 Cube卡是回馈点数 它不是回馈现金 所以办卡就是应该要诚实 这个骗人就不好了 以前得过第一名之后就一直摆烂 还弄啥小数点 实在是太过复杂了 这是大家的心声 保险的部分也没有台售跟全球的CP值高 真的不知道国泰是不是连牛肉汤都断不出来了 GG 好 这就是一般民众的这个基本的心声反应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得分是多少 大家总共评分评出来了1515分 除以32个人平均47分 连60分都不到 就知道说其实这个最讨厌排行榜的前五名平均都不会到60 40几分30几分都有 所以大家继续努力 就是这些银行 请就是听取大家的意见 然后努力改善让自己的产品 就是成为最喜欢的前五名 好 接下来要来看的是第三名 为什么第四名不见呢 因为我们有两个同分 所以有两个第三名 我们先来跟大家看一下第一个第三名 好 这就是 中国信托居然上榜了 其实中国信托在上个礼拜最喜欢的银行 它是第四名 那它的得票率其实也很高 但是其实同时也是有很多人不喜欢它的 所以这一次呢 有40个人投中国信托不好 最讨厌它了 为什么呢 我们来往下看 救护的优惠跟服务倒数第一 红利卡也要年费 各卡的种类回馈也很少 回馈不高 拿不出台面的卡面 登录活动也没有什么是我会用的 每次办理业务都要排队 等于小时以上计算 服务态度不好 没有转账免手续费的服务 所以其实中国信托 他们加单业大 当然就是推出来的数位账户 绝对是没有这个 跨行转账免手续费次数 这对于这间银行来讲 就是要了它的命 它就是绝对不给免手续费这个东西 但是呢 它有非常多的ATM 所以你就是可以在那边做跨行的存款 就是存款啊 或者是提款都可以 但是要给你免手续费 免谈 再来 有10%的回馈 这个英雄联盟信用卡 不是当月回馈 JCP的Apple Pay 15%活动 自动放鸟 客户而且乱改时间 所以 银行它怎么做这个活动 其实客户心里面都还是会记得的 这个没有非常的人性化 文字客服居然要我 在App自己算回馈 就是看不懂才发问啊 到底是怎么了 所以我希望这个中性的客服可以再更友善一点 对于消费者的问题能够就是有耐心一点回答 可能比较好 然后有人反映资安问题有漏洞 这个统一开户但是却被盗刷 这个问题蛮麻烦的 这个好像之前新闻也有上 这个是蛮严重的一个问题 旧卡友完全不知道有什么新优惠 联名卡的回馈一年比一年差 没有跨行免费次数 信贷的年利率也非常的高 如果你要做信用贷款 你不如使用Linebank 至少就是1.68起跳 然后手续费只有这个488的开办费 都它相对的言算是比较比较友善的 唇部一直消辞 那就是那个品质不好啦 最讨厌中信兄弟棒球队 客服电话永远打不进去 转了40分钟才进去 哇这个太夸张了 储蓄显得利率不佳 信用卡没有特别的回馈 常常有需要的时候都找不到客服 这一次我发现 其实有蛮多人反应 就是这些大银行的电话都打不进去 像中信有等一下有银行会讲到 所以大家在使用这个信用卡产品 你要特别注意就是 先找一下网络上的评价 如果你发现它的客服永远都打不进去 或者是找半天通通都会迷路的 那也请你就是特别注意 就是不要去使用它 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验 下一间银行就会讲到 就觉得很气 每次要干嘛干嘛都找不到人 就是这样 后续使用一直有遇到一些很瞎的事情 大银行的小职员代科态度颇拽 这个客户体验不好 狗眼看人低 真的是蛮多人反应 就是这个实体的行员的客服 跟这个信用卡客服 态度普遍不是很好 也希望中国信用可以加强 信用卡这个任劣不明 时间也是以他们官方说明为主 LINE卡没有竞争力 要等待救护 这个要善待救护才会提高使用率 推销广告也很多 这个很多年前对减卡的印象不是很好 那有人提到说 这个英雄联盟信用卡有18回馈 但是可以刷的上限太少了 我觉得也不用担心了 因为现在就什么都没了 网购就没了 所以就不用担心上限有没有的问题 因为根本就没有了 然后被盗刷的签账金融卡 把英雄名字写错了 那有人提到说 这个卡片的前八码居然是相同的 这个要还是跟大家说明一下 这个卡号更换的部分 大部分都是后八码 后八码是跟你的个人资讯比较有关的 前面八码有一些码数是国际发卡组织 有一些是银行的部分 所以这些是固定数字 是不太能够更动的 那如果你自己各自因为外泄 或者是因为盗刷的关系 换卡通常都是后八码会 就是整个换掉 所以这个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 中国信托客服人员讲话不客气 这个以后不用公信卡了 因为他没有办法帮我减免 这个所谓的预期质纳金 提醒大家好 这个预期质纳金 照银行的这个信用卡约定条款来讲 你只要持缴一天 甚至过了一天之后 多一秒都是可以被收钱的 那银行当然不想得罪客户 所以他当然是法外开恩 可以额外给你一次减免 但他的确是有权利 就是不给予的 所以像有些银行就采得比较严 像花旗 这种外商银行 他的确就是过了就过了 收就是一定要收 所以这个是一板一眼的 这是没办法 那大家也可以选择一些 对消费者比较友善的银行来使用 这是大家可以考虑的 卡片又会一直砍 常常接到信贷电话 利率很低 刷卡回馈很低 只有ATM很普及 网银界面感觉有点老旧 这个是都可以加强的 好来看一下这个总评分 好这一次40个里面呢 他拿到了2053分 平均起来是51分 这其实在这五个名次里面 还算高分的 所以中性没有特别差 只是其他银行更烂 我们来看第二个第三名 好这是哪一家银行呢 其实是一间外商银行 好那我们就直接来广告咯 扎打商业银行 前阵子在并花旗的时候 扎打也有出手了 但是呢 可能在第一波就直接淘汰 所以这个外商银行 最后还是由新展来 这个取得经营权 取得花旗的经营权 那扎打这一次呢 到底得罪了哪些人 有40个人非常讨厌他 好一样是得票率5.1 所以每100个人 里面就有5个人 非常不喜欢扎打 我们来看看大家的意见 现金回馈有折抵就算了 这个折抵的门槛 还要再调低到1% 还没有加入小额支付平台 对不对 然后从今年2月开始呢 回馈降到剩下一% 没有增益 诚意非常的不足 有人说这是给大户 或者是贵妇使用的 一点都不亲民 就看不起我们一般人 那当然啦 就是每一家银行 在选择客户的时候 他都可以有 开出自己的条件 然后找到符合自己的族群 然后靠着他们的财产赚钱嘛 所以扎打基本上 就是眼睛放在头顶上 好像外商都这样子 他们希望找的是 中高资产阶级的客户来做往来 而不是一些市井小民 市井小民可能就是商业银行 这个国内的商业银行 比较喜欢的客群 大家就是可以稍微区隔一下 已经公布明年回馈又降低了 原本什么都有 像保费都有 但现在什么都没有 回馈又减少 非常的小气 回馈给的GGYY 政策很保守 合卡之后额度又很低 这是普遍大家会遇到的问题 客服很难打 这个就有个人的切身经验分享 我每次打电话进去扎打 我每次都转不到客服 都要按到不知道按什么了 然后最后呢 就是随便按一个东西 然后就只好 就是转接专人 那转接专人的时候呢 我的之前的电话理财密码 又输入错误了 所以他就叫我重新设定 重新设定 因为之前已经错误 早就锁定了 所以到最后呢 就直接给我挂电话 有一次我就非常的不开心 我就说为什么这个系统设计的这么烂 我到底要怎么解决 那他们后来就是 有跟我联系上 就说 这个帮帮先生不好意思 你的部分呢 你还是要跑分行一趟 然后把这个电话理财密码 重新更新才能使用 就说我拿有那个闲时间 一天都往跑分行 他就说 好的好的 那我们会把这个 这个电话的程序修改 所以后来我打电话进去 我还是一样输入密码 一样要修改密码 但是修改错误之后 他就帮我转接专人 好他就不会帮我挂掉 好所以 还是非常非常的难打 所以 请大家要特别注意 如果你要使用 渣打银行的信用卡 他的客服 是很难联系上的 这个是还蛮糟糕的一点 好 那之前为了三倍劝办的 办卡等了一个月才下来 要办A给B 办卡非常的严苛 所以他们有时候可能 不知道 能不能内控有点问题吧 近来发现对消费者的 相关负面消息 很多 好 前一阵子也有一个新闻 就是记者也有采访我 就讲到说 这个 有人被盗刷 那被盗刷的话呢 渣打银行要他自己吞下来 好 所以这件事情就引起了 就是蛮大的讨论度 所以我觉得大家也可以 特别注意 如果你自己 有不小心有遇到 盗刷的事情 如果你是渣打银行的部分 有可能 他会要你吞下去 好 这是 比较有问题的部分 好 这个大家就是 要小心一点 这样子 信用卡回馈越卡越差 年费很硬 保费还算在里面 后来都改掉了 一年要刷12次 才免免费 每次只看到 新或是新资金 才有回馈 渣打银行 不知为何 有火的电话 一直打电话 办信用卡 电话行销无言 好 这很有可能就是 你的个子 已经被卖给银行 所以银行就一直 打电话来推销你 这个是比较有问题的 好 把现金回馈卡 改成只有一趴 根本逼人减卡 这个也是 蛮有问题的 所以后来我的渣打的 现金回馈系卡 我就减掉了 这对于我来讲 连2%都不到的卡片 我是不会去使用的 卡片一直缩水 好 手续费65折 这指的应该是 证券交易的部分 好 那没有加码的利率 其实不值得持有 好 没有高利活储 也没有快转优惠 其实就不是一间 很厉害的银行啦 好 这是大家的意见 来看看它的分数吧 好 这次一共 有40个人投 总分1666 除起来 41.65 比刚刚中信还要差 中信至少还要50分 好 我们看完了 第五名跟两个第三名之后 接下来是第二名 台新银行 台新跟这个国泰市华 其实是 我们上一次最喜欢银行里面 都没有入榜的银行 那这一次都在最讨厌里面上榜了 本次783个人投票里面 有119个人投台新 最讨厌的银行 得票率为15.2% 每100个人 有15个人 非常讨厌台新 为什么 我们赶快往下看 对于旧客户的福利一直缩水 接口联名卡 却不是 最是非常不友好的回馈规则 我们都知道 其实接口卡当初推出的时候 它回馈的是接口币 然后只能够折底下一期消费的 下一期账单的 这个消费比数的30% 所以其实不是那么的好用 那它现在的游戏规则越改越复杂 就跟这个阿狗狗卡跟Flygo卡一样 就会让我并列为三张 就是不常使用的冷冻神卡 为什么 因为实在是太复杂了 就是看到后面就忘了前面的规则 所以对于一般人来讲 就会直接放弃使用 也许这是银行的目的 他希望你不要使用他的卡片 大概是这样子 Richard 后来利率越来越低 没有什么活动 达成的门槛很复杂 严重缩水小七八拉 资格非常的严格 对救护超级不有利 条件很多利率一直降 这是Richard自己本身遇到的问题 他只见新人像 不见旧人哭 提供的优惠太少 不适合薪水收入低的人使用 这个是很明显的 因为他说前一阵子 在去年以前的优惠是说 要拿到1.2%的利率 你必须要有2000美金在涨上 这2000美金大概就是要准备 6万块台币被他压着 而且美金的利率是很低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其实他就赚了就是你的 这个转换汇率的部分的收益 登陆5倍券时只是想看看 结果输入完毕之后就绑定了 就被骗登陆了 很不开心这样子 救护的利率超低 信用卡优惠大缩损 而且还有一堆门槛才会有高利活出 限制很多 所以这是大家最大的一个问题跟困扰点 接口卡跟废卡差不多 经常需要猜测该店家是否有回馈 最后只能先封存信用卡 就不要刷了 信用卡活动常常离时喊咖 是我最讨厌的银行 这个卡信策略遭令戏改 令人难以捉摸 可以线上开户就不能线上街情 可见有很多人都开始想要就是脱坑了 离开Richard 毕竟这个救护什么屁都没有 大家都不喜欢 对救护非常非常非常不友善 只照顾新护而不照顾救护的一家银行 活动很复杂 而购口卡居然回馈拉掉接口 接口本身是电子支付居然要刷一次磁体卡 这个都是令人非常匪夷所思的这个产品设定 这也是为什么他会慢慢的就是走向 第四名第五名第六名之后 而被其他银行追赶过去的原因 就是失明星就会失天下了 得明星才会得天下 没有因为疫情而做营运跟调整 这个升恒仓无限卡 感觉起来就是 只希望消费者一直刷卡 但是都没有对消费者有做一些相对应的回馈 难怪大家就不喜欢这样子 整天推播一些吃不到的活动 已经打算结清了 提供跨航转账的次数很少 这个Richard这五次嘛 不太多啦 这个Richard数位账户的利息变差 台信网仪搭配信用卡的优惠很多 现在一直缩边缩到直接减卡 这是大家讲到的这个问题 Hello 狗狗卡还在吗 打了四通电话才讨回来 这个之前这个刷卡回馈的部分 一千多块都没有拿到 感受非常的不好 各服务的竞争力明显下降 而且只对新户好 台信不太照护救客户啦 所以这一点大家要特别注意 你是新户可以享有半年的蜜月期 之后变旧户就什么都没有了 就变得很差这样子 这也是你去使用上 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 Richard的新增不少功能 但是界面上变得非常的杂乱 而且被推销投资型保单 感觉不好 投资型保单不好 对消费者不好 对银行好啦 2022年利率降低 完全失去民心 直接给不及格 Richard的权益越改越烂 门槛太复杂了 没有诚意 已经完全不想要深入了解活动规则 非常的复杂 所以有人下一个小小的小结论 纯粹想赚客户的钱 不是想要帮客户来赚钱 所以像这样的银行的话 就是就像我常讲的 消费者的钱呢 就好像是一块很大的金蛋糕 金手的银行就可以 消一点金屑下来 消一点金屑下来 如果他金手的金流越多 他所赚的手续费 就会非常非常的惊人 那很明显的台信就是 非常善于使用这一块 所以就是赚钱赚不停 但是消费者的观感越来越差 开好数位账户才发现 自己没有办法拿到1.2%的利息回馈 觉得很无言 Richard的利率已经砍得体无完肤 就算了 想刷卡还要先烧脑好久 这几张卡片都已经冰冻不使用了 Richard数位账户对救护实在太不友善了 黑口卡跟借口联名卡的回馈条件 都非常的严苛 大家都不喜欢 所以如果线上有一些部落客 还在持续推广这些卡片 我也觉得大家就是要睁大眼睛了 因为不好的产品 其实真的没有必要去推 这对消费者来讲 都是所谓的使用上的负担 所以我其实后来都比较少 在推荐这些卡片 因为真的是不太好用了 有一些其他银行的产品 反而更好用 之前为了维持1.2%的利率 换了2000美金 结果现在已经赔了快2000台币了 实在是得不偿失 当初这个权益就是修正的时候 很多人都觉得说 才2000美金 没什么嘛 就换一下就好了 可是殊不知那时候的汇率 应该是1比28 1比29 现在都是1比27 1比28 所以相对比起来 其实就是亏钱了 所以你如果要达成银行的活动规则 但是你很有可能就是 顾止是比 那就是赚了这个1.2%的利率 但是你赔的就是会差 一开始现金回馈搭配 银行账户很诱人 随着参与人数增多 反而调降回馈 并且提升回馈难度 筛选客户的手段过于激进 这是消费者不喜欢的 真是有够烂 讨厌烂狗 抢到又一堆陷阱 没有诚意 GoGo跟FlyGo卡属于同一生态系卡片 却特别设定回馈低门槛 回馈低销的门槛 而非合并设定 对于当初申请Richard家族的小资组 非常的不友善 两张卡片各刷5000块 一个月就要刷1万块 这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门槛 这个如果不是顶级卡的话就算了 那就是拿到回馈也没有多少 却要求这么高的刷卡额 可见大家实在是没有办法接受 当初为了1.2%存的2000美金 真的是觉得冻结 持续下跌不想换回台币 旧物该是出走了 所以大家的意见其实都是蛮切实际的 也希望台新银行有机会看到这支影片 然后认真的去检讨一下自己的产品策略 是不是有问题 毕竟有这么多人不喜欢台新 所以希望能够改善 能够将来提出更好的产品 加会所有的消费者 这次总分有5038分除以119 平均是48.3分 也是不到50分 比渣打好一点 渣打还是三十几分 接下来当然就是大家最众所期待 也是我们每年的最讨厌银行排行榜 永远的冠军 这应该是他蝉联五届的最后一届 明年他就不见了 就是花旗银行 花旗银行这一次还是取得了第一名 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成绩 大家是最讨厌的就是花旗银行 就是狗眼看人低 然后非常的傲慢 然后行销电话一堆 然后现在没有0800之后 你打电话进去他还要推销你 就是用你的钱来逼你听那个推销电话 这个真的是问题一大堆 还好他要被新展买走了 所以从明年开始 明年的观众票选呢 基本上你就没有花旗这个选项 所以大家就可以就是选择其他的银行了 这是最后一次 大家可以就是安心的就是慢走不送 花旗银行慢走不送 这一次有144个人选 这个花旗银行为最讨厌银行 得票率18.4 每100个人有18个人超级讨厌花旗 来看看他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赶快卖掉 一直推销保险 信用卡不好 最近又要出走 对员工跟消费者不友善 觉得支持不下去 一间看起来高贵 却不实用的银行 很难办 干脆退一退台湾 莫名其妙要退出台湾 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 不喜欢这种企业文化 每一次都为了要凑点数而刷卡 这个压力很大 因为他的红利折底是以 比如说1500为单位 那现金基点的话 以300为单位做兑换 所以对一般人来讲的话 你没有到这个门槛 就得一直刷一直刷一直刷 这个是消费者不喜欢的一点 那花旗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其实很简单 他就是可以靠这个 然后等到你最后减卡的时候 你也都放弃不要了 你没有兑换出去 对于他来讲 他就是把这个成本省下来的 所以银行是算得非常的精明的 业务的据点少 服务态度不友善 电话推销保险的销售 时代太频繁了 卡片的回馈需要手动操控 才能够折底 不划算 不是那么的好使用 行销电话一直打 有时候一天会好几通 不知道是欠了多少钱 行销电话满300才能兑换 无预警宣布退出台湾行销电话 方丈自己身后不离准备走人 大家的这个回应都蛮有趣的 大家很不喜欢就是 满300点才能够兑换这件事情 然后好几个人提到 用广告在吸引信户 但是网页操作都很烂 最讨厌的就是打花旗的客服 整个年度几乎都没在刷花旗不退 客服非常的难打 退出台湾后呢 一大堆荒唐事 然后信用卡账单老是不整合 还有包括梦大碰到的鸟事 这个发生什么鸟事呢 我们之前有写文章 然后也有这个接收记者采访的时候 都有写的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找来看 这样子非常夸张 好 完全不像广告那么简单 难用的是夸张 跳过下一位 里程兑换常常缩水 他们根本没有内控 对员工也糟透了 还会莫名接到推销电话 非常的讨人厌 好再来 重新补半卡才能剪卡 这位成员应该是卡片掉了 想要直接剪卡 但是银行要求你就是提供16码卡号跟COP3码 所以他这位要求你补一张卡片之后再剪卡 所以呢 这是银行的流程 行销对话太多 不让别人挂电话 退出台湾的没有 赶快赶快退出 接好几个月 有个询问是否要贷款的电话 真的很烦 没有0800付费服务电话 简讯跟电话广告倒是非常的多 救护的优惠很少 广告超多 有时候很刁难 剪卡会一直挡 他通常不会让你直接剪卡 而是会透过这个 剪卡专员再跟你联系 才能够剪卡 负面敲起传出来没有安全感 让人觉得自己的财富随时会被掏空 所以赶快把钱搬离花旗吧 我在花旗的存款 现在都是归零了 我通通都把它提出来了 不知道在转什么 拼命打电话行销借贷产品 没有半点优惠 还不让客户剪卡 很多人都讲了 不让客户剪卡 他就是要增加你剪卡的难度 让你最后把卡片留下来 花旗的王子也是很扯 他 你如果有一张信用卡 你就是一个账号密码 如果你有三张信用卡 你就要准备三个账号密码才能看 唯一的解法就是要去开户 开户之后就能看到 所有的信用卡账单 所以这是很麻烦 如果你有去花旗开过户 你就会知道 这个是花旗领事馆 这个非常非常恐怖 就是开户的话 你知道千一百个名 至少要就是被罚血 然后要就是一个小时以上 才有可能离开 这是很麻烦的 规矩最多福利最少 也最不客气 开户真的是浪费人力 所有的银行里面最不能谈心 超过缴费期限就只能宽容一次 超过以后就一定要缴 预期至纳金 我觉得天理不容 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 他如果帮你就是减免一次 其实就要这个偷笑了 对于银行来讲的话 他这个300 300 300这样收 也是一笔钱 所以他是绝对不会手软的 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 如果你要使用信用卡 就一定要在缴费期限之前 赶快把钱缴清 这样才不会有这个罚款的情况发生 客服超级没有礼貌 对员工很苛刻 每次广告都狂打 有推销电话 而且负面新闻很多 在未允许行销的前提之下 仍然收到许多子公司的业务 推销广告非常不OK 而且这是一间容易记仇的方丈银行 之前看过新闻大幅报导 要退出信用卡业务 第一个印象就感觉不太好 觉得原本的权益会受损 硬是要推销 而且现金回馈折理要手动操作 自己是被新户10%吸引 然后申请代扣缴 居然要自己付油资继位 你看这银行到底有多口小 花我的钱跟我推销保险 这个是我遇过最糟糕的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你是 我是自己花电话费打电话进去 你就不要给我推销 就直接挂掉就好了 其实消费通知实在非常不及时 靠点数转换现金也很不方便 最气的是现在的新物理也好太多了 以前可能新物理拿个500800 就很厉害了 现在都是4000起跳 这是很令人夸张 就是怎么会差那么多 负面新闻很多 收费很高 不爱惜员工也不爱惜台湾 这个消费者就是不支持这样子 无客服的免费服务电话 减卡一关又一关 很讨人厌 有人信用卡一直合不过 业务说DBR22倍 但是明明别家银行都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各家银行的审核状况 还是不太一样 所以这个也不能够完全是怪花旗 应该就说它基本上就是一个 非常规茅的银行 推卡活动也是诈骗 推了都没有收到礼物 这个蛮有趣的 这个推卡活动的意思 这指的应该就是 这个推荐人机制 因为这个你推荐人 推荐一个两个三个 都可以拿到相对应的礼品 但是如果你推荐的亲友 他没有刷卡你也拿不到 那你这个查询系统 他也没有建立 所以对于我们 就是推荐人来讲的话 我们很容易就是 很认真的做了推广 大家都办了卡 只是因为他没有刷 所以你就拿不到奖励 所以这是他们 蛮设计上的瑕疵 他们有做一个很完整的查询系统 这是不太好的 但也没差 反正他都要离开了 一直有奇怪的行销电话 打电话过来 加上会有盗刷 跟客服很烂的传言 不是一间好到 可以信任办卡的银行 一直接到推销进化 这是很大的问题 最近新闻的观感不太好 说明几句就急着切掉 不尽人情 办完之后就有一堆电话行销 很夸张 原本说好不用年费 但是一年之后就跟我要年费 可见就是这位人凶 可能是没有达成他的 比如说电子账单加认刷一笔免年费 直接就是纸本账单 那当然过了12个月之后 他就给你收这个费用 拨通客服还要接收认证 不方便而且耗时 最后来看一下大家的分数 总分5303除以144 平均起来就是36.83分 应该也是所有银行里面 就是很低很低很低的分数 我们希望花旗银行 就是一路好久 就跟你say bye bye 不要再来 好来 那我们最后来看一下总排名 总排名的话 就是大家780几个人 全部的排名 那看看大家到底都是投谁呢 花旗银行这边先把144 都总共有8.4个人 8.4%的人投 18.4 那第二名的话 你看119 这个是台新 那接下来有两个 我看一下 中国信托跟这个渣打银行 是大概是40个人 5.1% 那接下来的话 34的这个是国泰释华银行 那再下一个是哪一间呢 华南银行 华南银行 这一次是怎么一回事啊 就是怎么会有这么多人 来这个complain他呢 这个是蛮有趣的 好 那希望将来就有机会再来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们这边基本上都是以前五名 大家投出来的前五名的分享居多了 好 那我们下一次呢 要分享什么呢 下一次的主题呢 就是证券 你最喜欢的证券排名呢 我们这次选出了就是前五名 那一一的跟大家分享大家为什么喜欢他们 不管你有没有使用证券商呢 都值得来看一看 来发掘一下 大家发现这些证券商使用的亮点 好 也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节目 我是Pokemon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